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進入Heat的課題 同樣會和大家做兩條MC 先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看了 它就說現在這個Metal有Metal 而我想計算它的Specific Heat Capacity 它就這樣做 首先它浸在Boiling Water上 然後它之後再轉去Cold Water 然後它就測試Cold Water的Temperature Change 下面就有個Result 你看到Mass of Metal是0.8kg Mass of Water是0.3kg 然後它們的Initial Temperature和Fight Temperature都在 就要你計算那個Specific Heat Capacity 其實這個題目我們怎樣去做呢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想 我們永遠去做Heat的題目也是 就是想一下 哪一個是放Energy出來的人 即是 這裡我們有個Metal Block 這裡我們有杯水 我們就會想一下 究竟哪一個是放Energy給另一個人 因為我們說真的Heat Transfer的時候 一定是由一個物體傳Energy給另一個物體 很簡單 很明顯 一定是Metal Block Metal Block是熱一點的 因為我們Heat一定是由熱傳去冷的 所以我們知道一定是由Metal Block傳Energy 我們怎樣計算是MZWT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Metal Block的M是0.8kg OK 然後我們要計算它的C 所以我叫C 我可以計算Specific Heat Capacity 然後問題就是T T我們說是Change in Temperature 我看到Final Temperature是38度 OK 那Initial Temperature是多少呢 好像題目沒有說過Metal Block的Initial Temperature 其實它已經跟你說過了 題目第一句 Metal Block在Hight Block是放在Boiling Water裡 其實我們知道Boiling Water 即是100度 OK 如果Metal Block放在Boiling Water裡去煮的話 它有沒有可能超過100度 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杯水到100度 會有些能力轉為蒸氣 即是杯水永遠都不會超過100度 所以Metal Block一定不會超過100度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現在這一刻Metal Block是100度 OK 然後 Final Temperature是38度 所以我可以這樣計算 它要減回38度 就是DT 然後 這個Energy我們傳給Cold Water裡 就是Cold Water在接收這些Energy OK 所以Cold Water的Energy有什麼呢 就是它的Mask 0.3 然後 再乘回它的4200 就是它的Specific Heat Capacity 好 然後 再乘回它的DT 38 就是8-23 就是15度 然後 我們用這個顏色 就可以很快地計算到 其實Specific Heat Capacity Cold Water 所以答案 就是B 好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 它的提案 我問你 Find the specific Heat Capacity of Metal 是In這個單位 那 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K 其實K 我們經常說K 即是Degrees Celsius 再加273 那這個答案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會不會 原來 原來 它的單位 要轉為K 是不是要這個答案 要加273 還是怎樣 記住 不需要 因為在這條顏色 記住 這條顏色是什麼 E等於 mc delta t 對不對 我們計算delta T的時候 我想問 delta T with K in K 和delta T in Celsius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你想像一下 我當上面 100度這裡 我們加回 273 這樣 變成K 對不對 但其實38度這裡 我們都會再加 273 所以他們兩個 就會同時 會 cancel 所以 這條題目 是E等於 delta T 是 Change in Temperature Change in Temperature 無論是 in K 這個單位 in Kelvin 還是 degrees Celsius 這個單位 都是一樣的 所以 不要看到K 就說 可能這條題目 我們要加二色心肺計算 是不需要的 記住這件事情 是 其實 也有 一種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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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